国民党打宇昌案却因为刘亦如搞乌龙 情势出现逆转 但是国民党似乎还没有罢手的打算 除了刘亦如反击之外 吴敦义也为夫人蔡令仪被民进党提告出面立体 吴敦义夫人蔡令仪同批蔡英文 把公库通家库搬了新台币11亿元 民进党一状告上法院 吴敦义说这根本没道理 原来蔡英文小姐就在副院长的任内 也核定核准或者同意 现在投资2000万美金或者5000万美金 这个数字加起来就是11亿以上 可是我知道我内人是有正义感 但是很善良 他一向不会乱讲话 那一定是有所本然后才提出来 权力护卫蔡令仪吴敦义说 蔡英文的获利数字有所本 民进党大可不必恼羞成怒 所以假如是可知公平之事 而且依据事实有所本 又不是自己这个捏造 那不实的这个传言 那如果要讲不实的栽参跟谋黑 那民进党是庆祝难输啊 那不是要告告之又告 连告几百回吗 反后民进党吴敦义的宇昌案 态度一贯强硬 认为蔡英文该讲清楚说明白 但被问到刘亦如是否该为了物质 日期下台止血 吴敦义快步闪人 但从刘亦如在认错之余 还不忘反击蔡英文看来 与昌案这一波攻势 即便为伤敌先伤己 但蓝营还是没有霸首迹象 阿尔一神经好处少龙台北报道